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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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就是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就比較 比較 很興奮 然後看到很多很多的課程都很小小 包括黃金音樂人還有職業歌手班 然後當時 還就是 發了兩個影片去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還被主任罵 就是說 你不能同時抱兩個 然後之後就 站上舞台 開始唱自己的創作 然後其實當下真的是超級緊張的 然後 幾乎都沒有彈好 也沒有對到卡拉的拍子上 不過我覺得 沒有差 然後就是把它唱完 然後之後就跟老師面談 我覺得老師是一個就是 很熱情的夢想家 對吧 在那個咖啡店聊天的時候就感受到 所以 老師說 OK 可以補助你一臉 二話不說我就來了 就是這樣 我就是當時 像我現在是大隻馬 所以那個時候我其實是 就是 高三 剛快要結束 然後我是 比較靠直靠 所以 可是我在 直靠前三天 就是六月二十七號的時候 突然 就是寫了一首歌 關於一首追尋夢想的歌 那時候突然就覺得 我這樣要繼續這樣子下去嗎 就覺得我的夢想沒有 好像都沒有 就是一個小小的一支漢的那邊 沒有是很大的一支漢 但是如果我不去做的話 所以我 那一天馬上 就上網去搜尋一些關於 就是我未來如果要做音樂 這條路 有什麼地方可以 什麼 可能 地方可以讓我去學習 經濟 然後很 碰巧的 很幸運我就 欸 就馬上就找到了 當時 阿慶 就開 那時候叫做 水星天空音樂學校 然後我就點回去 後來 然後我就 很快就打電話給 就是給 那個負責人 然後我隔天馬上 就去繳定景 對 然後 然後繳了我就覺得 我覺得我有一個 夢想的旅程要開始 對 然後 接下來就沒有想那麼多 接下來兩天後 就考完思考 考完思考之後 就七月了 然後 然後 就來 七月初有一場 阿慶的 演講 然後我就來聽 然後 當時就真的 對創作 對音樂這條路 有 覺得有 很有動力 很有開始的動力 對 然後今天就 欸 就有 聽到那個 要 8月2號要徵選 公費徵選的 笑聲 然後也是一開始 就是 因為其實在那之前 我只寫過三首歌 然後對 然後那時候又趕快寫一首 然後呢 就去 就去徵選這樣 那徵選的心情呢 當然是 其實沒有想太多 因為 別人有可能會想 因為我是有腳併筋的 所以 一定可以來上課 就是 剩下錢的問題 對 因為那時候的存款還 當然現在 存款已經歸 那時候存款還比較 比較多 所以 還沒有那麼貼得到錢 然後爸媽也願意 支付一些 對 可是 所以 專選就抱持一個 欸 就是當 當成一個 練習自己的一個 舞台 對 然後 然後 就上了 對 然後就有 就有獲得了一些 支出這樣 就還 後來蠻 蠻驚喜吧 因為原本就是 不一樣呢 我就有表演的 沒有很好 對 對 那時候我看到這個 工業徵選 就是這個訊息是從 從網路上 就是我剛好看到 這個分享 然後我就想說 欸 就可以來報報看 然後那時候 那時候需要 準備自己的自傳 還有影片 然後我就錄了自己的影片 然後自己自傳 然後那時候就 第一輪的 徵選就過了 然後那第二輪就去 西文林 徵選 然後 那時候 表演完之後 就去和阿慶老師就面談 那面談的時候 就 就自己也不太清楚 到底是會不會 過 因為那時候 對 可是 之後在網上就看到 有空間出來 覺得 就上 然後是見面 我覺得 應該最感謝的 大家都一樣 應該就是 阿慶老師 因為我覺得 因為以前一直覺得 阿慶老師 就是藝人啊 那些歌手們 就是一個很遙遠的距離 對啊 就是跟自己差很遠 結果 恩 老師就像 在我面前上課 然後寫歌 然後分享他以前寫的 很紅的一些歌曲 給我們聽 然後就是 覺得 我覺得 自己跟夢想 是真的 有機會接近 就在 就是真的有接近的感覺 對 所以很想感謝老師 恩 我覺得 克雷光這個制度很好 因為 它是 它不像外面 譬如說 外面可能 音樂教室可能就是 學一種樂器 或是學 唱歌 一種這樣 可是它這邊是已經變成 一個 像是 一個經濟公司的型態 然後裡面各 各種有 很多 學 分很多 恩 很多學院 然後分工合作這樣 像有 唱 職業歌手班 然後像我們黃金樂人 是 創作的 然後 還有混音的 然後 舞蹈班 還有彩妝 PA 很多各種 就是不一樣的課程 然後 各學院的學員可以 互相的 合作 可能幾個人找 找一起來 可以合作 一場小表演 然後其實這個 機會是非常難的 因為這樣的制度下 那個 各種 專長 不同的 學生可以學到 更多 東西 也可以跟不同的人 合作 也為 就是未來 在這個產業工作 遇下一個很 很 還不錯的 一個基礎 合作 和聚人合作 有機會 那我覺得 像 阿欣老師就設立這個 那我覺得已經是很好的 一個 平台 讓大家有 讓很多想要創作 喜歡音樂的人 可以來這裡 進去 除了上課以外 那我們只要教育 可以 教育 那我覺得其實 有這樣的一個 不單單只是 教學的 一個 空間其實很好 可能像外面的 樂器行 那只是 單純只教育樂器 那之後就沒有了 那其實 那我們在這裡 有很多 表演空間 或說有什麼機會 是可以讓我們去使用 還有錄音師 那我覺得是很好 我覺得 在Playground 想要來上課 就是 你一定要有企圖心 你要有野心 你是真的想要 你不會想要半途而非 或是 你只是來看一看 玩一玩 這的話我是建議不要來 因為 這裡 真的是 給 真的很想要音樂 我覺得 是一個很棒的一個夢舞台 我覺得 如果說你就真的很喜歡音樂 珍惜 然後怕會來這邊學習 對 建議就是 就是 就是他們 可能 不太敢為自己的夢想去闖 可能怕說 就是會擔心很多 未來會不會沒有錢 或是怎麼樣 怎麼樣 可是其實我是希望 如果真的有夢想的話 那就真的要 為自己的夢想去衝 我覺得說 如果有人想要 看到這個資訊 那想要來整學的話 那我覺得 就是 如果你有想要一個事情 那你就 就 就 就去做那邊 就是不要 不要找藉口去 合理化你的失敗 或者說 就是 不要找藉口 不要找藉口失敗 然後你要找 理由去衝動 這樣 我覺得 這個問題 比較一樣 你要相信自己 如果你夠相信自己 然後 你做了決定的話 你喜歡那邊就來吧 然後如果你多相信自己的話 那你就等你相信自己的 對 因為這裡 是給相信自己 又勇氣的人來的地方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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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